东京日本桥街头6号出现了一位特别的行人 绿色的外送餐箱多了6个轮子 在人行道上缓缓前进 还会等红灯闪避障碍物礼让行人 原来这是Uber Eats推出的AI送餐机器人正式上路 这也让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 全球第二个让机器人实际上路送餐的国家 Uber Eats的送餐箱多出6个轮子 在人行道上缓缓前进 走到路口还懂得止步 然后闪灯像行人一样穿越马路 机器人轻松跨越地面高低差 最终停在目的地 顾客透过应用程式解锁箱子拿出餐点 绿色小家伙任务大功告成 Uber Eats机器人现身东京街头 也让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 全球第二个让机器人实际上路送餐的国家 这款机器人有AI技术加持 懂得遵守交通规则 也会礼让行人闪避障碍物 还配有紧急按钮 让行人在紧急状况下手动停止 送餐机器人悠游街头吸引大批媒体目光 民众也相当乐见 不过目前机器人只在室外活动 顾客还是得亲自出门取餐 日本劳动力严重不足 外送平台Food Panda和滴滴 分别在2021和2022年退出日本 如今Uber Eats请出机器人 除了逐步扩大送餐范围 也打算跟其他类型无人装置结合 人口稀少地区 机器人满街跑的景象 或许很快就不再是梦想 邱凯文编译